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记得上一次师父跟大家讲过空性 我们很多佛友反馈 说生了一点 但是听得懂 很喜欢听 所以师父今天再跟大家稍作一些介绍 稍作一些介绍 所以空是什么 你空不了了呀 你说你叫脑子里空你空得了不了 因为你八十天中七十天中六十天中 你有很多很多的杂念和意念 你根本完全空不了 那么你怎么样的空呢 你就是要一步一步的 一点一点一滴地把你在八十天中 阿赖意识当中的那些无名习气 还有无名的烦恼 无名的那些障碍和你过去生中的业障 全部慢慢的清空 就像搬家一样的 一样一样的解决 一样一样的搬出来 等到你搬空了之后 那你就彻底的无相 你就想通了 你就不会想不通这些事情 所以你就会无相 你说师父跟你们讲过了 一个人什么事情不着相 就是我根本没有去想过 这是好事情我要去做 连想都不想 我要去救人 从来没想过我要去救人 救人就救人 救人本来就是我们 学博人应该做到的 一个好人就是要做好事 那这就是做了像无作一样 心中有愿力就像没有愿力一样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曾经每个人都跟菩萨许会愿 说我吃素了 对不对啊 许过了吗 许过了 你吃素之后了 你心中 想通了 我吃素了 天天吃素 当你在吃素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每一天的吃素 你会不会想啊 哎呀 我今天又吃素了 我今天又在 行自己的愿了 你不会想啊 因为你觉得吃素 已经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你觉得吃素 已经印在我的八十天中了 是我们学博人应该的慈悲啊 这就是无相 无相之后就会无作无愿了 这就是师父告诉你们的 我们自然的空 那是最高境界 自然的空 我们不能在自己的心中 我们不能在自己的心中要想 希望拥有一个空 哎呀 我要空啊 我要空啊 空不了的 自然的做好事 那是真的做好事 自然的去帮助别人 那是真的帮助别人 逼着自己说 我要做好事 我要帮助别人 那你还是在做呀 所以你还是有作呀 这无作 就是自然 你造不出一个空性过来的 你说我要把自己心完全掏空 你这个心 要把自己完全掏空的心 你还是有这个心 所以很多人说 我要成菩萨 因为你还是要成菩萨 有这个心 很多人天天已经在做菩萨的事情了 他没想过 我要做菩萨 但是他天天在做菩萨的事情 这就是空的妙用 这样的话 你更能够得到更大的功德 所以光明境界 就是无所作呀 一个人的境界 到了一定的光明的程度 就像一个人 人家见他进来 好人 班级里 一个同学进来了 大家一看他 哎呦 这个人成绩好的 因为他到现在 天天成绩都很好啊 这就是他已经无作了 他没有必要今天进来的时候 让大家说 你看我成绩多好 所以我们如果在有作的修行当中 就是有修有正 这个其实还是一种修为 我在修啊 我有认证啊 我有证悟啊 你还是在证悟当中 你说佛的证悟 他是不要去证的 所以我们说证悟空性 你还是在证悟当中 你说菩萨的空性 用不着证悟的 他一定是般若空性 所以无作就是无修无正 所以我们得到的人 不管他怎么样做 怎么样站 他哪怕跳起来 他也是得到 他坐下来 他也是得到之人 他走路 他也是得到之人 他的肉身结束了 可是他的法身 不生不灭 他还是在得到当中啊 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些道理 你就知道什么叫 真正的空性 真正的空性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的 就是要怎么样能够达到 空无相无作 天天做这件事情 做了熟了就像没做一样 天天接电话 帮助别人 哎呀 突然之间有个人说 你接电话 你在帮助别人 你在度别人啊 他没感觉 我天天接电话 我天天在帮助别人 无相无作 那么你意识当中 自然就空了 因为你的意识 完全在空性当中 因为你天天在做的善事 在帮助的别人 你的意识解脱了 进入了空性 你自然就路到了 你自然就路到 活到了 就是这个人 三百六十五天 每天在做好事 每天在做一点点好事 两点点好事 三点点好事 等到他一年下来 你自然就路了 好人了 一个同学每一天做好事 一年下来 凭他三好学生 他自然就是三好学生了 他路到了 他进入了三好学生了 就是因为他每一天的变化 所以我们学博 不论大乘小乘 乘实际上 过去就讲船 就是一个船 大乘小乘 就是一个大船 大法船救人 小法船保自己 对不对 所以无论任何宗教门派 其实归纳起来 最后都是求解脱 你说哪个法门 哪个宗派 到最后不是为了求解脱 你学博到最后是为什么 就是要想解脱自己 烦恼痛苦 解脱自己的业障 那么什么是解脱呢 很多人以为我要解脱 我用用功 用功不是解脱 那么很多人说 我要解脱 我相信菩萨 信仰不是解脱 什么叫解脱 解脱就是用你的 九世田中 佛性 来产生出 一种空性的智慧 和般若 来影响到你的阿赖意识 和你的摩纳识 来慢慢地进入你的第六意识 感官意识当中 慢慢地你就会懂得 什么都是苦空无常 而这一切都是 本身就是空的 都是虚幻的 当你明白了这一切 你学佛的伟大的成就 你学佛的伟大的成就就开始了 因为你进入了佛的境界了 所以当一个人只要能够进入佛的境界 他就是在人间的佛 所以 觉佛不是说你拜拜佛 迷信啊 哎呀 求求菩萨保佑我 家里好啊 一种福报啊 是解脱呀 他不是迷信 他是智慧的解脱呀 他完全能够放下自己的烦恼啊 你今天还放不下 你不可能精进 也不可能忍辱 你今天放不下 你脱离不了人道的六道轮回 所以你的境界 永远不能提升到正信正念 你说正信正念跟智慧有什么区别 你有正信正念的人 你怎么会没智慧啊 你这个正的念头都没有 我坚信这是一条正道 你连正的这种信念和正的那种念头都没有 你怎么样能够得到菩萨的般若智慧 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要离心意识参悟佛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的就是 要离开自己的外心 离心 离心就是离开一些杂念啊 杂心啊 烦心啊 烦恼心啊 嫉妒心啊 和一些不好的心态 来参悟佛法 你的离心叫离心意识参 就是修到最后连你的内心的意识都没了 你来参悟佛法 那你就是空性了 参悟了 所以这些都是佛法的妙用 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些 我们就慢慢的就会懂得管住自己的六根 那六根 佛学把我们的生命分成六个工具 眼耳鼻舌生意 那么对外层来讲 就是外在的六层来讲 是色生香味出发 就是这样 所以佛法又把我们分成了五蕴 色受想形式 那么师父告诉你们 我们的每一天的六根会接触外层 眼睛会接触色看见的 耳朵会接触声音 鼻子会闻到香味 那么舌头会有味觉器官 身体会有接触的触发 所以内心的 我们人的外表的六根 那么相对于外在的六层 就是色生香味出发 那么你接触的当中产生了正念 你就是正性 你接触的外层产生了邪念 你就是邪性 不正性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那么怎么样来辨别这些 我们的眼耳鼻舌生意 不去接触色生香味出发 就算接触了 我们也能克服他 知道他哪些是对的 哪些是错的呢 那么就是要用我们的五蕴了 要懂得五蕴 你要把五蕴完全湿透 懂得他的道理 你就可以悟到了 《新经》里面有一句话叫 照见五蕴皆空 你们就知道这个五蕴 在我们学佛人的境界上 是多么的重要 五蕴 所以为师中主张万法为师 也就是说 不管这个世界上 什么事情发生 都是你的意识产生的变化 叫万法为师 所以把这个物理世界 和我们的精神的生命合起来 合在一起 就分成了八个师 这又是另外一个系统 所以我们经常讲 佛法界讲 八十天中 八十天中 因为在你八个意识当中 你的第六意识 是你对外接触的 第一的思维意识 这是第六意识 那整个呢 实际上就是 第六 第七 第八 一般我们不谈 第九意识 那么这个 第六 第七 第八 为师论就把它作为 都是由心而起的 对不对 你比方说你第六意识的感觉 是不是心啊 这个东西很热啊 很好啊 现在天冷啊 好了 一个心的意识吧 第七意识 他是好人啊 我就很喜欢他 第七个意识 他是坏人啊 我就很恨他呀 好了 辨别意识 是不是也是为心啊 那么当你这个意识 已经存在于第八意识当中 已经在你内心深处 不可磨灭了 已经存在你的内心的八识天中了 那么是不是你的心事存在 你没有这个第八意识的存在 你没有你的心事存在 你的第八意识是不可能存在 所以他为心 为师论就是讲的一切 万法 为师 就是你的意识 所以师父就是告诉你们 我们八识 这个八识 第八意识为心王 什么叫心王 大家知道吗 进入了你的八识 就很难改变 好的坏的 全在你的内心当中了 你的第八意识认为这是坏的 你可能 现实在社会当中 是好的 你都不知道它是好的 你的第八意识觉得这个东西是臭的 别人吃的都很香 你觉得是臭的 那么你这个人 因为在第八意识已经固定了 所以你不会觉得它是香的 这就是人跟人的一种观念的区别 当你经常犯错 在第六意识受到刺激之后 第七意识辨别是 然后慢慢知道了 然后进入第八意识 很难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 所以不能经常轮回的做错事情 不能经常轮回的 许愿啊 我发愿啊 我再也怎么办 人要有鼓气啊 对不对 你看你们有多少人 跪在菩萨面前都发过愿 改了吗 你们看看地狱游记的时候 很多人拉下去 说你曾经学过佛 你曾经想改过 但是你最后你没有改 为什么 列根性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了 心王就是八识 千万不要进入第八意识 因为你的心就是你的意 所以人家说 你的心意如何呀 这件事情 你的心意如何啊 你想过吗 你最后的意念是怎么样啊 就是第八意识 这个意识 其实就是讲的第八意识 所以你把心的意识三个层次 如果做一个分类比方 跟大家做个比方 你的心是大海 意念 就是像大海里的波浪 一个意念连着一个意念 一个意念连着一个意念 你的思想不停的 你的意念不停的 在你大海里 在你的心中 翻起层层波涛 就像海面上的浪花一样 所以菩萨为什么叫我们 要懂得万法为心 对不对呀 所以万法为世 所以不管什么样 要守住你的心 所以为什么菩萨再一次 再三地叫我们 要修心啊 一开口就是修心啊 修就是修正 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心 把它修正了 那你的修心 就成功了 所以空无相无作 跟你的心和意和事 之间的关系 它有着天然的一种连带关系 你想想看你空了 对不对呀 你的心要空 无相就是你的意念 意念要无相 无作就是你的意识当中 我没有做过 我跟你们讲这些比较深 师父要给你们举个例子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 你的心 我心想做 去占人家一个便宜 你的心 你的意念呢 当中呢 又在想 我这个又很正常了 占他一个便宜又怎么样啊 他也占过我便宜了 意念 然后呢 你的意识呢 就开始产生 一种行为了 那我就去做了啊 我就去怎么样怎么样 对他了啊 那这个事就成功了 所以这个心意识 那么跟空无相无作 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今天 如果你不对这个人有意见 不想去占他的便宜 你的思维当中 觉得都是平等的 我们不应该这么做 空了 你空了之后 你就觉得 他像我的兄弟姐妹一样 所以我不能把他看成 一个坏人 我去惩罚他 我去对他不好 你无相 你对他 把他看成像兄弟姐妹一样 你无相 无相了之后 你怎么会对他去进行 有些作为呢 怎么会去弄他 搞他呢 这个就是关系 这个就是师父跟你们讲的 无作 不去做的 因为你的心不想做 所以你就无作 那么你的心空了 你就不想做 但是很多人呢 心没空 你就会去做很多不好的事情 你的心 你的心还想着 哪怕善 说我要去帮助他 因为他被别人告了 因为他受到委屈了 那么你这个心想去帮助他 你一定会有作 那么这个里边 你可能就走偏了 因为这个人最后被人告的人 他也不是个好人 他长期以来对别人的欺负啊 辱骂呀 或者欺负别人呢 到了最后 你看看他最后被人告了 你去帮他 实际上你进入他的因果当中 所以你的心事还是走偏 所以怎么样空 所以佛教到了 后来叫我们不思善不思恶 因为人间的恶和善 都不是你能衡量的呀 那是一种因果呀 你怎么样能够懂得这些道理呢 这要产生无量的智慧 就希望大家 菩萨告诉我们 你要解脱呀 你要解脱 你才会录不二法门呢 你如果今天录三解脱门 你就录不二法门呢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空无相无作 随便有哪一个法门正路 你只要一门生路 你就会增长智慧 能够开悟民性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空无相无作 这是我们说的是三解脱门 你能够空了 你就无相就无作了 你今天能够无相了 你一定会空会不去做 无作为 你今天无作为了 你一定是想通了空了 你一定是无相 那你这个无相不是就开始了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归纳起来 讲到底了 有的时候人很难理解佛法 佛法里面有一句话叫妄想就是般若 很多人根本不能理解 什么叫妄想就是般若 妄想难道会成为般若吗 实际上 告诉你们 知妄想是空 妄想即是般若 因为你妄想了之后 你知道了这个是妄想 你得到了空性 你就拥有了般若 所以知妄想是空 妄想即是般若 如果你知般若是有 你觉得我有智慧 我有佛陀的智慧 你执着于般若是有 那么般若即是妄想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这些 佛法深奥的理论 师父把它解释一下 简单的解释一下 你知妄想是空 你知道这件事情不好的 不能去做的 空就是你理解它了 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好了 那么你所做的这个 认为它不好了 我不能去做 你是不是有般若智慧了 有了 那么你认为直般若是由 我这个人就是能够懂得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你知道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你执着于般若了 你般若就是妄想 你这个智慧也是妄想出来的 不是真正的解脱 所以佛法的高妙之处 就是在于境界的提升 而且这个境界一直在往上 一直达到无上正等正觉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大家